欢迎回来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紫颂花机 这个紫颂花机基于的特性就是 在18W43A这个快炸之后 加入了一个特性 就是紫颂花如果是被雪球啊 剑啊之类的投掷物扎中之后 它就会变成掉落物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不用用手去踩它了 这个是因为当时0T催熟紫颂果被修复了 所以他们给了个补偿 加了个这个特性 然后紫颂花在生长的过程中 如果它上方的空气方块 这四个方向以这种形状来放上方块的话 它就只会往侧面涨或者是原地不涨 往侧面涨的话 它就有可能分叉 分出来多于一个紫颂花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紫颂花的种植 就像这样 使用的时候就拉一下这个拉杆 站在这个头上最边缘的地方 对着这个莫的岩按右键就可以了 当它生长出来旁边有枝叉的时候 在它长出来支叉的部分 侦测器会侦测到方块的状态变化 传输上来信号 激活装满雪球的发射器 把紫颂花给打掉 同时这个信号还会继续往下传 传到底下的年线活塞上面 年线活塞会动两下 把墨的岩抽下去 再推上来把紫颂花的镜也给打掉 四面的这四个侦测器 全部都是各自控制着各自的电路 这样的话避免了雪球的浪费 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紫颂花自己 待在这个位置 不往侧面涨 直接就成熟变成那种纯紫的状态了 所以说上面还有一个岩石电路 每隔一段时间会直接激活这个发射器 来投出雪球 把紫颂花打掉 让你再种下下一个紫颂花 如果这个墨的岩上面有掉落物的话 就会被你的紫颂花给挤掉在底下的水道里面 留下去 留的过程中 因为玩家是站在这个高度 这个位置的 所以掉落物会首先进到玩家身子里面 来补充你手上拿的紫颂花 这样的话 你的手上的紫颂花就不会耗尽了 如果你身上满的话 它才会进到底下的漏斗里面 进到底下的箱子里 上面这个用来重置 在原地成熟的紫颂花的计时器 里面的东西不用放太多 我放了一组半 是为啥呢 如果你放的少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紫颂花的生长是基于随机克的 它永远都在随机 所以说你中间让它断一下 重新种一个 只耽搁了那一下的时间 其他时间它还是随机的 并不是说它放点时间长 它就更容易长出来 所以这个计时器只需要保证 它几乎不出现 长成紫的成熟的情况 就可以了 我放一组半的主要原因是 一组半激活的没有那么频繁 同时它也变紫的情况 也没有那么多 取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地方 如果想提高效率的话 可以把它时长再缩短 好了这一次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 咱们下次再见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紫颂花的增次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紫颂花的增 增产来让你好种下下一个子颂 然后你让你来种下下一个子颂 让你再种让你再种下下一个子颂花 中方的增加 增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